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第一集 内容提要 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满意 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喜欢 勇于摒弃不好意思心理 学会做一个强势的人 这本书呢 从不好意思心理产生的原因 以及如何变得强势两方面论述 从心理学 社交学等方面 剖析不好意思这种心理障碍 引导人们突破心理怪圈 成就自我 拥抱 幸福人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第一个 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 如同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活轨迹一样 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也是截然相反的 成功的定义并不取决于你渴望的目标 而是取决于你达到目标后的满意程度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有自己的成功之路 在这条成功之路上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底牌 打拼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第二个 别迷失自我 人要从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不要泯灭了自己的个性 一味地模仿别人 那样只会迷失自我 连自己的命运自己都把握不了 走自己的路 让人们去说吧 我们对淡丁的这句名言并不陌生 可是 我们在生活中是否信奉它 实践它呢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则小贴士 人生呢 只属于自己 一味遵循他人的思想 不敢面对真理 是懦弱的表现 这样的人生是悲哀的 人应该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走自己的路 走出自己的风格 走出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人生才会是独特的 才会是精彩的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别活得谨小慎微 在生活中呢 我们一贯主张谨慎做事 这本来是一则很重要的做事准则 但是 凡事都有两面性 优点和缺点会互相转化 做事谨慎是好事 但是 如果一个人做事过于谨小慎微 就会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小 眼睁睁地看着机会 从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溜走 很多时候需要大方 换句话说 就是做事时需要一股闯劲 不能畏首畏尾 这样呢 只会误了大事 如果再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前前后后计算好了才去做 那么恐怕机会早就被别人抢了先了 而且呢 做事太过于谨小慎微 往往会出差错 惹麻烦 一件事情 如果想好了就放手去做 凭着一股闯劲 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顺顺利利的 但是呢 如果你太留心这件事 即便你最初很执着 很用心 却因为你做事太谨慎 太计较 这样就很容易出错 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或金钱 或名望 或权利 或爱情 或崇高的理想信念等等 不同的是 有的人在追求的驱动下 一往无前并成功了 而大多数人面临的 不是止步不前就是难堪的失败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 敢想敢做 当我们观察身边那些 所谓的成功人士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敢想敢做 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想法 或当我们面临一项 艰巨的任务时 不要畏惧 而是要迅速行动起来 瞻前顾后 谨小慎微 只会给你带来恐惧 而一旦行动起来 就可以顺便做调整 最终 筑成大事 第二个 别太小心翼翼了 做事太紧小慎微 往往会瞻前顾后 犹豫不前 结果呢 白白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在生活中 许多做事太小心的人 他们一辈子都活在胆怯中 有了好的机会 瞻前顾后 有了好的事情 不敢上前 畏首畏尾 结果呢 一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他们还是很胆怯 在他们的一生中 可能没做成一件大事 而做大事者 应该是光着膀子甩手干 没有任何束缚 也没有任何的筋骨 他们乐得轻松 不胆怯 不犹豫 大方为师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则小贴士 在生活中啊 许多人一遇到事情 就如灵大敌 左想右想 反反复复考虑某些问题 其实呢 当你在谨慎策划的时候 估计别人已经结足先登了 因此 做事应大方 想好了就去做 战胜内心的胆怯 千万不要畏首畏尾 过分谨小慎微 只会让你措失良机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别成全他人 而委屈自己 杨朱是先秦时期的思想家 他主张贵生重己 重性保真 不以物类型 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 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犯 也反对侵犯别人 在他看来 天地万物 都没有自己的身体尊贵 凡是有利于我的就行 不利于自己的 一律不甘 这样的观点是异常极短的 在生活中难以行得通 所以言之总结道 像莫子那样的 就叫做热富 舍己为人 太过于热心 像杨朱那样的呢 就叫做冷藏 只想着自己不管别人 又太过无情 其实在为人处事上 不能太热心 也不能太绝情 应该一切以仁义为标准 这个道理也符合中庸学的理论 在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 生活中 许多人乐意做热心人 他们总是对别人说 有事您说话 只要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忙 他们肯定会全心全力帮忙 热心肠 又耗面子 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在乎 他们喜欢懒事 身上有一种 给予比接受更快乐的风范 是不折不扣的 助人为乐的典型人物 不过 他们中的很多人 成全了别人 却委屈了自己 太热心了 并不是什么好事 特别是在那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上 好心往往还会办坏事 一个健康快乐的人 首先是让自己健康快乐 自己健康快乐 是带动别人健康快乐的前提 否则 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又怎么能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呢 小王在银行工作 他曾经的老师想开一家公司 因为缺少资金 便去问他能不能帮忙 他想 老师原来对我不博 这是老师第一次找我帮忙 我应该尽力而为 以报老师的一片恩情 虽然自知此事 办成不易 但他还是当即向老师承诺 自己一定想办法 促成此事 可是 他毕竟刚参加工作不久 还没有取得说话的资历 老师的贷款请求 又完全不合乎规章 所以小王在银行内部 上下疏通 结果很快 就花光了自己 上班几年的积蓄 而这笔贷款 还是遥遥无期 这边毫不知情的老师 乐呵呵地租好了门面 请好了员工 等着资金开业时才知道 小王这里根本拿不出钱来 搞得老师很被动 责备他说 你这不是在捉弄我吗 你这么做不是害我吗 小王实在无话可说 自己花钱费力 最后落得一身埋怨 那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聊 别人来找我们办事 肯定是希望我们能伸出援手 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 在我们能力之内 能够帮上忙的 不能含了他们的心 但经过我们的努力 确实帮不了的 也不要硬着头皮 随便答应下来 要不然 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 最后还是被埋怨 出力不讨好 所以实在无法帮忙的 没必要委屈自己 把自己弄得太痛苦 老家一个邻居 跑到省城找工作 身上带着几十块钱花光了 工作也没找到 就给任君打电话 说他也没什么挑拣的 随便找个活干 能给口饭吃就行 任君就心想 自己根在乡下 帮这个忙确实也应该 但城里现在 都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 在那靓着 没特长 没学历 去哪找工作呀 任君就四处求人 最后给他找了一个 清洁工的工作 在一个机关大院扫地 每月工资一千元 每天三四个小时就结束了 没想到 一个月下来 邻居就不干了 问能不能换一个 既不出力 又体面一点的工作 任君瞬间无语了 有时候呢 我们要分辨出 那些需要帮忙的对象 是不是真正值得帮助的人 农夫和蛇的故事 家喻户晓 其中的道理是人皆知 不要帮助那些阴险恶毒的小人 否则终将害了自己 鲁迅先生也有痛打落水狗之说 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一要注意帮忙的尺度 当然要注意帮忙的方式和尺度 比如说朋友急着用钱 你可以把自己的积蓄借给他 但是千万不可动用公款 否则无异于铤而走险 不仅救不了别人 还可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 第二个 帮助不能越阻带袍 救急不救平 帮助不能越阻带袍 别人有能力做的 你不能大包大揽 然后还以吉人所难自居 这样就不好了 而且帮别人之前 首先考虑自己的实力 千万不要忘记量力而行 且不可帮完了别人 自己反倒成了 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对于别人求助这件事 有能力帮就帮 无能为力的就应该果断拒绝 有时不懂拒绝 反而会对求助者造成伤害 因为你一旦答应下来 别人就会寄予全部希望 若最终无法解决 反倒因延误时间 对别人造成更大的影响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第二章 你不好意思就是太好面子 很多时候呢 人们常常碍于面子 不好意思去说 去做 结果反而与机会擦肩而过 那些放不下小面子的人 永远只会有小面子 那些放得下小面子的人 才能最终赢得大面子 别不好意思 面子也就那么一回事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别怕不好意思丢面子 古代人常说 有辱斯文 也就是自己丢了面子 而现代人更是提出了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的惊人言论 古往今来 面子似乎都成了一种 国民性的东西 其实啊 爱面子 更是一种人的天性 爱面子之心 人皆有之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都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能有面子 当夏娃和亚当偷吃了禁果 他们知道了羞耻心 于是开始为自己穿上衣服 想这样一份羞耻心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说是一种爱面子 这样一种面子思想 根深蒂固地 根植在人们的心里 不可动摇 人与人在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 难免会因为自私 而竭力维护自己的面子 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与能力 这时候 他们往往忽视了身边的朋友 当你表现得越优秀 他们的脸色就越难堪 这无疑是当场不给对方面子 所以呢 谦虚地把自己隐藏起来 给朋友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丢了面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朋友表现得越出色 你也就越有面子 而且你也能赢得朋友的好感 何乐而不为呢 春节前夕 公司员工在酒楼聚餐 各个领导阶层 各层员工都到了 小李和小王是一对好朋友 也同属于一个部门 所以呢 他们两个挨着坐下来 很快就与身边的同事 聊得热火朝天 小李呢 性格比较活泼 平时也喜欢吹牛 他在同事们的起哄之下 说起了平日追女孩的趣事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小王天性比较内向 看着小李那么受欢迎 隔壁那桌的女同事 还直盯着小李看 小王心里呢 就有点失衡了 他一个人摆弄着 那些桌上的餐具 偶尔被身边的同事挤了 还露出不悦之色 同事见状 连忙把身子 往小李那边移了移 这样一来 小王显得更孤寂了 于是呢 他故意将桌上的每一件餐具 都往朋友小李那边移动 结果本来谈话兴趣 非常浓厚的小李 开始变得心神不定 不时地向小王看看 这时候 小王一不小心 就把一杯刚倒好的茶水打翻了 正好倒在了小李身上 小李就非常不高兴 对小王说 你在干嘛呀 说完了 就去卫生间整理衣服 出来之后 他就坐到另外一个位置 也不再搭理小王了 当小王故意把桌子上的餐具 往小李位置那边移动 这让正在聊天的小李 感到某种压力 那就是 自己的精神领地 受到了侵犯 感觉作为朋友的小王 并没有给自己面子 使他变得不愉快 因此呢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就逐渐沦为一种 争面子的交际游戏 谁面子有光 谁就是交际中的佼佼者 当然 为了自己的面子 必然是建立在 搏了别人的面子基础之上了 当你在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时候 为自己争得了面子 却抢占了别人的表现机会 这样一种太功利性的心理 会影响到自己的交际效果 实际上 即便是丢了面子 也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不妨当作 给对方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那在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 究竟怎么解决爱面子的问题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讲 第一个 爱面子是自尊心驱使的 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无论地位高低 无论身份悬殊 这时候 那内心强烈的自尊心 就体现为面子 这在心理学上认为 自尊是每个人的精神需要 也是一个人的人格体现 当人们为了自己的自尊 去做各种表现的时候 这并不是一种错误 而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虽然 有时候人们为了自尊心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爱面子 但那并不是人们愿意 这样去做的 而是天性所驱使的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说 人性深处最渴望的是一种自重感 这时候 人们最强烈的精神需求 就体现为 自尊 尊重 面子 这时候 我们可以把 人人都爱面子 理解为 他们维护自尊 渴望别人尊重的需要 而这样的一种心理需要 也体现在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 如果你想与之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不妨丢开自己的面子 而要学会 如何去维护好 别人的面子 第二 不要为了面子 而让自己活得很累 在生活中呢 许多人为了满足虚荣心 不惜一切代价 要个面子 其实不知道 这就是给自己戴上面具 戴上枷锁 活得很不真实 也让自己觉得累 面子固然重要 不过完全没必要 为了没意义的面子 让自己受苦遭罪 顺其自然 才是最可贵的 对于我们而言 面子这个东西不能全丢 也不能看得太重 需要看什么样的事情 来处理面子这个问题 什么面子都不顾及 可能会众叛清理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事实上啊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块精神领域 一旦跨过了这一界限 就会被认为侵犯和不尊重 所以 当我们与朋友相处的时候 尽可能地给对方一个 表现的机会 给足对方面子 至于自己丢了面子 那就没必要去深究到底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放下小面子 赢得大面子 每个人都有那么几个好朋友 一起分享心情 畅谈人生 共序真情 但是 一旦到了关键时刻 有的人为了争面子 不惜博了朋友的面子 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最大的赢家 其实 不管是在哪个场合 你与朋友都是共同体 那就表示着 你们是荣辱与共的 当你赢得了面子 践踏了朋友的面子 实际上 你在人们面前 已经丢掉了面子 这样的面子 隐含着人们对你的评价 以及对你真诚的质疑 你的影响力 在逐渐减弱 人们会把同情的目光 转向你的朋友 假如你能够丢下自己的面子 这无疑是长了朋友的面子 朋友脸上有光 你自然也跟着沾光 而且你那种大度的胸怀 也会受到人们的称赞 所以呢 当你在朋友面前 稍微放低了自己的位置 就一定会被朋友 迎上最高的位置 这才是人生中的大智慧 因此呢 适当的时候 大度地丢下自己的面子 这不仅仅是为朋友长面子 也是让自己脸上有光 阿龙和阿芳是大学同学 也是一对好朋友 大四那年 阿龙一个人南下广州 经过了长达两个月的奔波 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安顿好自己的他 不时联系着还在学校的阿芳 阿芳在学校参加各种招聘会 可每次投出去的简历 都湿沉大海 没有回音 阿龙让阿芳去广州 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上司 阿芳想了想就去了 到了那里呢 在阿龙的引荐下 阿芳谋得了一个好职位 对此 阿芳心里很感激 每次遇到同班同学 问候自己的情况 阿芳都毫不犹豫地说 幸亏有阿龙的帮忙 我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真是感谢他 于是呢 班上的同学都觉得 阿龙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既有能力 还能够为朋友介绍不错的工作 而阿龙也觉得 阿芳这样的说法 让自己在同学面前很有面子 他在广州那边 就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阿芳了 两人感情越来越好了 当阿芳得到了朋友的帮助 谋取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阿芳发自内心的感激 所以在面对同学的问号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说 幸亏有阿龙的帮忙 虽然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 丢了自己的面子 让人觉得自己很没有能力 但是舍下自己的面子 却为朋友阿龙长了面子 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而自己无疑是依靠着阿龙这个贵人 踏上了顺利的人生之路 那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给朋友面子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聊 第一个 给足朋友面子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或多或少都得到朋友的一些恩惠 比如朋友给予我们的关怀帮助等等 这时候 我们要敢于舍下自己的面子 让朋友面子上有光 如果你依靠着朋友的关系 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在人前你大可以说 真是拖某某的福气 我现在工作很好 这样巧妙地为朋友长了面子 假如你心里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依靠朋友的帮忙 才找到工作 还死要面子地说 我都是靠自己的实力 才进了这个公司 那这既让身边的人 看透了你的虚伪 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好朋友 第二 面子这东西你给了朋友 总有一天 他会还你 在朋友面前 面子是可以稍微的减少点分量 只有当你丢下了自己的面子 才会获得真正的友谊 放低自己的姿态 是为了抬高别人 当朋友感觉脸上有光的时候 他也会更加感激你的情谊 人与人之间就是相互的 今天你愿意为朋友丢面子 他日朋友也会为你丢下面子 只有懂得给予 才会有所获得 这一直都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所以面对朋友 不要自私地只顾及自己的面子 还要学会给朋友面子 适当的时候 不妨丢自己的面子 给朋友长长面子 这对于促进你们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会有很好的帮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别不好意思道歉 朋友之间也会出现一些小摩擦 小冲突 于是昔日的好友一下子变成了 谁也不搭理谁的陌生人 即便是心里觉得有所愧疚 也碍于面子 不愿意主动道歉 这时候 本来一次很普通的冲突 就变成了一场拉锯战 看谁先沉不住气 谁先主动道歉 谁就是书家 实际上 面子固然重要 但朋友更加可贵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应该放下自己的面子 主动道歉 留住好朋友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爱面子的 而朋友之间有了冲突就喜欢冷战 心里明明很想与对方继续这段友谊 却不会去付诸实际行动 最后都只能长透失去朋友的滋味 有时候 为了面子 有的人不知道失去了多少难以割舍的朋友 为了虚伪的面子 却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这简直是得不偿失 如果在这时候 自己肯放下面子 主动道歉 就可以挽回这段友谊 留住好朋友 那才是最值得的事情 因为失去的朋友 不可能再找回来了 而在朋友面前 失去了面子 却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权衡利弊 学会放下自己的面子 主动向朋友道歉 重新获得一段友谊 赵明和王刚呢 原来是一对很要好的同事和朋友 可近来关系却十分紧张 似乎到了歌跑断翼之势 一些不清楚事情真相的人 还以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不然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让他们出现了这么大的决裂呢 原来啊 早在一周前 赵明买了一套非常满意的高档西装 可刚穿了一个星期 就将关键部位的一枚钮扣给弄丢了 赵明很惋惜 不料偶然发现了整日挂在洗手间的一件衣服上面的钮扣 与自己那件西装的钮扣很像 赵明就翻了翻那件衣服 好像是某位清洁工的工作服 他想了想 趁人不备之时 就悄悄地扯下了那枚钮扣 准备将它缝到自己身上烂鱼充树 并且他得意地将这个妙计告诉了好朋友王刚 不过几天过后呢 办公室里的同事都知道了赵明这个笑料 原来啊 王刚把这个妙计当作笑料 讲给了办公室的所有人 弄得当时在场的人都开始嘲笑赵明 赵明觉得自己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觉得自己在办公室太没有面子了 王刚呢 看着怒气冲冲的赵明 觉得自己做错了 想道歉 可是却拉不开面子 临下班的时候 他想叫住要走的赵明 可总是觉得自己说不出来 于是呢 他就放弃了 第二天早上 办公室的同事又把这件事当作了笑料大谈特谈 赵明看见坐在一旁毫无动静的王刚 立即恼羞成怒 反唇相机 大街王刚的许多很令其丢面子的底牌 于是乎 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王刚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后 就主动向朋友赵明道歉 那么事情也就不会愈演愈烈了 虽然事情的起因只是一枚不值钱的钮扣 但这件事却大大的伤害了赵明的自尊 让他在同事面前很没有面子 朋友之间出现了裂痕 在这关键时刻 王刚本来想道歉 可是碍于面子没有主动向朋友道歉 也没有化解办公室的笑料 这使得本来就很气愤的赵明更是生气 所以才出现昔日好友反目成仇的局面了 那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下一集我们接着聊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第二集 前言 你越来越普通 就是因为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求助别人 不好意思不耻下问 潜意识里会觉得 开口求人是羞耻的 总想要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不愿意大面积 暴露自己的缺点和无知 一切都源于脆弱的虚荣心 内心的不安全感 害怕别人看见自己 担心被拒绝 面子和自尊心被无限放大 即便内心很无助 却羞于开口求助 所以你变得越来越普通 你越来越委屈 就是因为不好意思 对来自别人的请求 总是有求必应 不好意思拒绝 个人的自我价值 似乎来源于他人的评价 如果自己拒绝了 对方是否有不好的评价 他们会在私下 议论自己的自私行为吗 不允许自己犯一点点错 自以为是人群中的焦点 每天活得很累 甚至不好意思承认 自己的不足之处 结果呢 让自己更怯懦 你越来越累 缘由就是不好意思 太好自尊 缺乏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勉强凑合当下的生活 逃避又退缩 形成恶性循环 太好面子 过分在乎别人的想法 所以总是想面面去当 然而 自己并不能做得那么好 所以活得特别累 太客气 别人的一份好意 恨不得马上双倍奉还 总是对人太好 完全把自己的需求 抛弃脑后 太老好人 被欺负了一声不吭 被同事抢供了 也无奈地笑笑 老板找理由苛扣工资 也只能默不作声 你自以为做得非常大度 实际上 已经被欺负到头上了 这一切的一切 都源于不好意思的心理怪圈 不好意思心理的形成 源于多方面的原因 亚洲人独特的含蓄文化 导致了人们在表露个人观点 及内心时 总显得不那么大方 或羞于表露 或者委婉不露 传统的文化认知 导致了一些人 不好意思的谦谦君子作风 个体自身的心理特征 比如说害羞 嫉妒 自卑 多疑等负面情绪 往往导致一个人 陷入不好意思的心理怪圈 通常性格内向的人 多倾向于不好意思 因为不善表达 所以总是沉默 害羞 结果呢 吃了不少亏 不好意思就是变相的自我折磨 不好意思求人 结果仅凭一人之力 很快就遭遇失败 不好意思向心仪的人告白 结果错过良缘 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结果自己活得很累 不好意思维权 结果自己却吃了哑巴亏 不好意思的心理 就是自我折磨的过程 因为不好意思 人生路上多了坎坷和绊脚石 因为不好意思 人生就再也没了 敢想敢做的勇气 第一 放下面子获得友谊 假如每个人都顾及自己的面子 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成为一个整体了 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 主动向朋友道歉 并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 反而让你拥有了颇为珍贵的友谊 当我们还在为面子而内心挣扎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要犹豫了 也不要极力挣扎了 因为面子固然重要 但朋友更加难得 学会放下面子 主动向朋友道歉 留住好朋友 留住一段珍贵的友谊 第二 在友情面前 面子和自尊都没那么重要 有人认为主动道歉 就是丢了面子 意味着自己在朋友面前低头了 这是自己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 低头并不是一种错误 也不会让你丢掉面子 而是寻找一份真挚的友谊 每一对好朋友都或多或少的 发生过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低头 那些主动向朋友道歉 肯低头的人 他们心里一定更加珍惜这段友谊 有时候 低头并不是认错 或许会让你在朋友面前失去面子 但为了挽回一段真挚的友谊 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朋友面前出现了矛盾并不要紧 但一定要学会忍让 道歉 低头 因为死要面子的下场 只会是痛失这段友谊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假如朋友之间发生了不愉快 总是选择赌气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误会 既然选择了他作为你的朋友 那就确定了他是你身边比较重要的人 那么就要学会放下自己的面子 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自尊 好好的用心交流沟通 这样你的生活才会五彩斑斓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别为了面子丢了李子 俗话说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在中国人的眼里 面子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它总是与一个人的人格 自尊 荣誉 威信 影响 体面等联系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受到损害 他就会下不来台 就会生气 因为爱面子 也怕丢面子 因此 有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地 维护自己的面子 而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 他们失去了许多 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死要面子活受罪 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面子是表面的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 死要面子 就是虚荣性的表现 在对待面子这个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学会放下 面子既不能不要 也不能死要面子 让自己活受罪 否则 自认为要了面子 而其实 往往就是丢了面子 丢了面子 还算是小事情 问题是 让自己白白吃了哑巴亏 就太不划算了 或许有人说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可以不要面子呢 那么到底什么是面子呢 难道大丈夫的面子 就是在妻儿面前发号施令 以止气使的样子 难道大丈夫的风度 就是当众喝酒赌博 狂言乱语的样子吗 俗话说的好 大丈夫能屈能伸 假如大丈夫连一点小事 都觉得丢了面子 那他还算是一个大丈夫吗 鲁迅在 要面子与不要脸 这篇文章里面说 要面子与不要脸 实在也有很难分辨的时候 例如 一个绅士叫四大人 有钱有势 人们都以能和他攀谈为荣 有一个专家夸耀自己的叫花子 有一天突然高兴地对大家说 四大人和我说过话了 大家既惊奇又很羡慕 问他说了什么呢 娇花子回答说 我站在门口 四大人出来了 对我说滚开 所以啊 有些自以为有了面子的人 实际上是不要脸的人 在生活中 我们要实时警惕自己 看看自己是否要了 不该要的面子 第一个 不要为了面子 把自己逼疯 在生活中 有的人原本很穷 却死要面子 勒紧裤腰带 与人比阔 有的人为死要面子 四处吹嘘自己 怎么怎么有能耐 能办事 无限夸大自己所谓的后台 是如何如何的硬 也有的人明明意外成功 明明很高兴 却死要面子 假装深沉 装作没事一样 对于那些爱面子的人 他们总是采取一种 勿虚而不勿实的态度 把面子放在 绝对不可动摇的位置 自动承受 由此带来的 利益上的巨大损失 第二 不要得了面子 丢了李子 面子是表面的 是虚浮的 要面子 就是虚荣性的表现 李子是深层的 是实实在在的 面子滑而不实 李子 却是表里如一 李子真实的人 虽然没有外表的美 却有内心美 最终会得到人们的理解 和尊重 一个人假如没有灵魂 那么这个躯壳 还有什么用呢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对那些死要面子的人 真正到了自己的正当利益 受到损害 或面临威胁时 他们却害怕丢面子 不敢站出来 距离力争 最后 只能看着 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份利益 被他人拿走 可谓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别不好意思 与陌生人搭讪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在走进一间陌生的房间 或是与一个不熟悉的人 碰面时 在心里对自己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我该怎么样打破僵局 交到朋友 而独处的时候 有时又会突然想到 啊 那天我很唐突的 说了那样的一句话 或者是 哎呀 我当时怎么说了 那么破坏气氛的话 想起来的时候 真是恨不得咬掉 自己的舌头 可是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我们只好悔恨的提醒自己 下次不可以再犯 可是这样的话 又经常弄得自己很紧张 甚至惧怕 与陌生人的约会 迈克呢 是一家外企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 他招收过一批新员工 但让他感到不解的是 这些员工们在应聘时 一个个都是侃侃而谈 对考官的各种提问 都应答如流 可是进入公司后 很多人不善言谈的弱点 原形毕露 即便让他们说一些 吟言颂语式的话 也是 面红耳赤 羞涩得不得了 后来呢 迈克就主动找他们谈话 问他们是不是对新环境 感到不适应 他们大多低着头 小声地说 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 倒是其中有一个人 反问迈克 到底该怎样做 才能把自己融入集体呢 迈克笑了笑 随后问另一个 把嘴管得死死的新员工 你是不是每次跟人说话 都像赶考一样的 他点头说是 迈克说 你这是患了 语言切生忧郁综合症了 恐怕 很多人在陌生的集体 和陌生人面前 都表现出这样的情况 在陌生人面前 因为窃声 所以就会出现舌头打滚 语无伦次 越想把话说得尽善尽美 越是说得言不达意 就像一个初次登台的演唱者 准备得越充分 演唱效果越是打折扣一样 戴尔卡奈基 在他的人性的弱点中 提到了人际关系的抑郁症 是什么导致抑郁呢 是窃声 而窃声的原因反过来 归结于我们不懂得如何说出 打破尴尬的话 那么我们该怎样说话 才能将话说到陌生人心中 从而不觉得不好意思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讲 第一点 开门见山 如果你经人介绍和一个陌生人 或者一个群体认识 你不知道他们 他们也不了解你 你的心跳会不会突然加快 不知如何是好呢 逢此情况 心里不要有顾虑 更不要回避大家的提问 俗话说 一回生两回熟 第一回你就窃声而不语 何来第二回的相熟呢 要想尽快和陌生人相熟 不说话是不行的 但说话也要看怎么说 如果面对的是群体 你就不能急于回答他们的问题 以防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那么 怎样才能把握好 与陌生群体对话的语机呢 有几种开门见山的开场白 比如说 出来乍到 请大家多关照 比如说 今后我们要一起共事了 我有什么不妥之处 还请可谓包涵 比如说 作为新人能得到大家如此的热情 真让我感动不已 比如 认识大家很高兴 这样在群体面前说话 会让众人觉得 你热情有加 心理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 无论是对一个陌生人 还是陌生的群体而言 沉默不语 均被视作对这个群体的拒绝 说话太多 也难以让陌生人所接受 而且还会让人感到害怕 第一印象 实在有根本性的 如果你没有管好自己的嘴 在陌生人面前出现言诗 或过分表现自己的所谓口才 那么你都会被陌生人 从心里拒绝 而如果你懂得 与陌生人聊天的语言密集的话 你就能轻松操控 陌生人的心 从而轻而易举地跨过 与别人之间的栅栏 第二个 问话探路 把对方假设成一般的过路人 然后像问路一样 找一些自己心里有数 却佯装不知的问题 请对方来回答 这样你就取得了语机上的主动 无论对方的回答对语错 你均需认真的洗耳恭听 即使对方说错了 你也应该将错就错地表示谢意 因为这种问话探路的目的 并不是要找到什么答案 而是为了打开你和对方语言交流的闸门 一旦双方对话的闸门被打开 顺流而下 原先那种陌生感就会自然消失 因为通常情况下 没有人会恶意地拒绝一个虚心请教者 相反 人只要对方愿意搭你的话 你所预期的社交方案 便已经成功了一半 问话探路法 只适用于和一个陌生人答话 若和一个团队接触 则不适用 和一个陌生人初始 有时只需抓住对方工作或生活的某个细节 就会很顺利地扣开对方的心门 激发彼此交流的欲望 仔细观察一下你身边的陌生人 看看他们是否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比如对方使用的手机款式 让你非常青睐 比如对方的耳环是不是很特别 谈论这些细节 很可能立刻吸引对方的兴趣 聊天的话题最好选择 节奏感比较轻松明快的 无需费尽心思的 这样就不会让人对你的搭话产生反感 有时候 即使无语 只需向对方抱一会心的一笑 也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当对方有意和你沟通时 无论对方的话是对是错 切记否定对方 因为毕竟你们还不熟 一旦被否 余下的沟通就很难继续 前面你所做的一切细节 叹微的努力 也会因此而徒劳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事实上 从对方的心理角度来看 每个人在与陌生人交往的时候 都希望对方能主动打破尴尬 因此 我们要想攻破对方的 陌生人心理防线 别总是不好意思 而是要懂得 应该与陌生人聊什么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别不好意思 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成功学的书 都教导我们 要用积极思维来自我肯定 然而 这种方法不仅令自己产生挫败感 而且也会使他人心中感到不悦 有时候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 在我所从事的领域里 我是出类拔萃的 我有足够的时间 能力 智慧来做这件事 我觉得只有我才是最棒的 等等 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这些人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那一类人 毕竟 没有谁能认同一个 争强好胜 锋芒毕露的人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要明白 你越是炫耀自己的优势 就越是贬低了对方 反之 你若是承认自己的劣势 则有助于使对方获得优越感 人们总是青睐那些看上去 有点小缺点 不会威胁到自己的人 而那些太优秀的人 无一例外的都被人们当成了竞争对手或是敌人 当然 他们是不会认同自己的敌人的 因此 在生活中 要想快速赢得他人的认同 不妨大方承认自己的劣势 这样 使对方获得一种优越感 而你自己也轻松地打动了对方 小卓和小万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 他们一起进了同一家公司 并应聘到同一个部门 小卓的性格有点内向 无论是说话做事都谦和有度 彬彬有礼 而且 他经常大方地承认 这个我不太懂 特别像您请教一样 做这个方案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你先给我讲讲吧 以免我做错了 如此 承认自己的劣势 深得上司和同事的喜欢 小万在大学时期 是学生会的主席 难免会带点自是雄才的态度 而且他看起来又很漂亮 所以他更觉得 自己是个优秀的人才 他总说 这有什么难的 我三两下就搞定了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我干不成的事 这样的他在公司里 几乎没有交到一个 可以信赖的朋友 反而给自己 树立了不少对手 有一次 公司进行新一轮的人事变动 小卓和小万所在的部门 也需要提携一个得力的助手 主管为了显示出公平 大家决定通过提名 和主动竞聘 这两种方式相结合 会议一开始 小万就迫不及待地开了头 我想来竞聘这个职位 因为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比较优秀 我在大学时期是学生会干部 这让我积累了不少 与人交际的实际经验 当他在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 台下的同事 却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就他 才出校门的黄毛丫头 能行吗 就那点学校经验 还好意思拿出来说 有本事在社会上 锻炼几年再说 议论声越来越大 坐在下面的小桌 担心地看着小万 小万却置若网文 依然讲得津津有味 后来 有不少同事开始提名推荐 有人冒出一句 我觉得小桌挺不错的 谦和有度 即便是对我们这样的老员工 他也能耐心请教 什么时候都面带笑容 做事也很认真 但从来不张扬 旁边一位老员工也附和 是啊是啊 现在就得给年轻人 一个发展的机会 像我们这样的老骨头 就算了 小桌脸红了 起来说道 成本大家后爱 我觉得自己身上 还有很多地方不足 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 谁知 小桌这样一说 支持他的人更多了 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 小桌被任命为 部门经理 在公司 谦和有礼的小桌 和张狂不羁的小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事们在承认 自己劣势的小桌面前 得到了一种优越感 好像这个小姑娘 总是请教这请教那 完全威胁不到自己 这样想来 对他慢慢产生了好感 而相反 小万的自视雄才 让身边的同事 感到了威胁 不自觉的 就对他产生了厌恶 于是呢 谦和有礼的小桌 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同 而张狂不羁的小万 则被大家遗弃了 大量事实证明 承认自己的劣势 有助于对方 获得一种优越感 那么 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 不可否认的是 优越感 优越感 来自于 比较心灵 承认自己的劣势 其实就是 抬高了对方 贬低了自己 即使你本身很有能力 但若是在他人面前 承认一些小缺点 那对方就会觉得 原来这样一个优秀的人 也有缺点呢 看来 他不过和我一样 这样想来 他对你就会产生一种亲切感 而自己 则获得了一种 优越感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其实呢 优越感来自于 比较心理 如果觉得在某方面 强过了他人 就会形成一种优越感 在日常交际中 我们不要忽视 人们的这一心理 保持谦虚的姿态 大方承认自己的劣势 使对方 获得一种优越感 以此 快速赢得 他人的认同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第三章 你不好意思 就是内心有负担 不好意思的人 有着无法突破的心理壁垒 比如自卑 羞怯 孤僻 多疑 这些都会导致自己 越来越放不开 越来越不好意思 人生之路 也越来越窄 找准内心 症结点 然后逐一调整 才能渐渐走出 不好意思的 心理怪圈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自卑 不好意思 相信自己 自卑心理 用科学的语言 可以解释为 对自己缺乏一种 正确的认识 在人际交往中 缺乏自信 做事缺乏勇气 畏首畏尾 随身附和 没有自己的主见 一遇到有错误的事情 就以为是自己不好 最后的结果是 导致自己 失去交往的勇气 和信心 实际上 正是因为这样的 自卑心理 最后才让自己 失去一个 展现自我的机会 自卑是一种 不能自助 和软弱的 复杂情感 那些有着 自卑心理的人 总容易轻视自己 觉得没办法 赶上别人 在这里 自卑心理主要表现为 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 一个人认为 自己或自己的环境 不如别人的 自卑观念 为核心的 潜意识欲望 情感 所组成的一种 复杂心理 二是一个人 因为不可以 或不愿意 进行奋斗 而形成 文士作用 维尔奇这样 解释他的成功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都会成为 我们信心 建立的基石 当你被选为 一支球队的 队长时 当你在球场中 选队员时 你就掌握了 这支队伍 然后事情 就这么发生了 渐渐的 你会习惯 这些经验 而且人们 也会信任你 给予你 善意的回应 其实 在生活中 任何事情 本身 并不能影响我们 我们只是受着 对事物的 看法的影响 假如我们总是 任由自卑心理驱使 将自己看成 是一个失败者 那我们 就会失去一个 表现自我的机会 其实 每个人 没有什么局限性 任何人都一样 而在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 沉睡的巨人 那就是信心 自信 执着 会让你拥有一张 人生之旅的 永远作票 那些不愿意 主动寻找自己 最终只能在 漂泊无一中 一直流浪到老的人 其实 就是在生活中 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害怕失败的自卑者 最终 他们永远滞留在 没有成功的起点 信心是获得成功 不可缺少的前提 信心会引导我们 走向成功 有信心的人 他们遇事不畏缩 不恐惧 即使内心隐隐不安 但他们也能勇敢地 超越自我 有信心的人 他们浑身上下 充满活力 能解决任何问题 凡事全力以赴 最终 他们成为了 最伟大的胜利者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见到过 这样的自卑者 或许自己也曾经 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不敢大声说话 不苟言笑 都是独自一个人 在某个角落里 默默注视着他人 实际上 他们心里也渴望 得到别人的关注 不过由于自卑的心理 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因此 他们的内心世界 是一片黑暗 很少能交到朋友 就这样自卑地活着 其实 自卑心理是可以用 实际行动来克服的 而克服自卑心理 最好的办法 就是 辅助行动 去做自己害怕的事 直到自己成功 那么 如何才能克服 自卑心理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讲 一 尽可能坐在最前面的位置 心理学家认为 坐在前面 可以建立信心 因为敢为人先 敢上人前 敢于将自己 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就一定有足够的 勇气和胆量 时间长了 这样的行为 就会成为习惯 自卑也就在 潜移默化中 变为自信 而且 坐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就会放大 自己在公众视野中的比例 增强反复出现的频率 起到强化自己的作用 所以 从现在开始 就尽可能地往前坐 虽然比较显眼 但通常情况下 关于成功的一切 都是显眼的 第二 抬头挺胸 快步走 心理学家认为 我们行走的姿势 步伐 与其心理状态 有一定的关联 通常情况下 那些懒散的姿势 缓慢的步伐 是情绪低落的表现 是对自己 对工作 以及对别人 不愉快感受的反应 假如我们认真观察这些 就会发现 身体的动作 是心灵活动的结果 而那些内心自卑的人 走路就是 拖拖拉拉 缺乏自信 相反 假如我们通过改变走路的姿势 与速度 就有助于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 要表现出较强的自信心 那走起路来 应该比一般人快 快步行走 就是告诉所有的人 我要到一个重要的地方 去做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 面带微笑 许多人都知道 笑可以带给人自信 它是医治信心不足的良药 不过呢 依然有许多人 不相信这一套 那是因为他们在 自卑恐慌的时候 从来不试着微笑一下 真正的笑容 不仅可以治愈自己的不良情绪 还能立即化解别人的敌对情绪 假如你真诚地向一个人展露笑颜 它就会对你产生好感 这种好感 足以使我们充满自信 第四 学会正视别人 俗话说得好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一个人的眼神 可以折射出性格 透露出情感 传递出微妙的信息 假如不敢正视别人 那就意味着自卑 胆怯 恐惧 躲避别人的眼神 则折射出阴暗 不坦荡的心态 当我们用眼睛正视了对方 那就等于告诉对方 我是诚实的 光明正大的 我非常尊重你 喜欢你 所以正视别人 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心态 是一种自信的象征 五 学会当众讲话 在一些公众场合 自卑的人认为自己的意见 可能是没价值的 假如说出来 别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愚蠢 那最好是什么也不说 而且其他人可能比自己懂得多 内心里其实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自己很无知 于是呢 在这样的过程中 一次次摧毁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心 其实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假如尽可能讲话 那就会增强信心 因此呢 不管是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每次都要主动讲话 分享一则小贴士 自卑心理是因为 婴幼儿时期的无能状态 和对别人的依赖而引起的 对人有普遍的意义 可以驱使人成为优越的正能量 不过又是反复失败的结果 当然 自卑心理 是可以通过调整认识 和增强自信心 并给予支持而消除的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羞怯 不好意思表达自己 羞怯心理 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 一旦这种心理出现时 人体肾上腺素分泌会增加 血液循环加速 这种反应往往导致 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暂时紊乱 最后导致记忆发生故障思维混乱 因此 羞怯的人经常在人际交往中 产生与无伦次 举止失措的现象 羞怯心理产生的原因 是因为神经活动过分敏感 和后来形成的 消极性自我防御机制 通常情况下 过于内向和抑郁气质的人 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善于自我表露 自卑感较强 和过分敏感的人 也会因为太在意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而显得畏首畏尾 表现得很不好意思 浑身不自在 许多羞怯的人想摆脱羞怯 结果却是越想摆脱 反而表现得越明显 慢慢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 接纳羞怯心理 带着羞怯心理去做事 认识到羞怯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人都可能 有这种体验 这样反而会让自己 轻松下来 逐渐克服羞怯心理 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作为剑系老师 第一次登上讲台 当学生起立 师生互质问候时 他想好的开场白 不知跑到哪去了 惊慌中 他用颤抖的声音 说了句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莫名其妙 面面相去 见老师满脸通红 不知所措 不由的哄堂大笑 他努力让场面安静下来 但换来的不是正经 而是脑门上层层的汗珠 当他下意识地 掏出手帕擦汗时 台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他心里还在纳闷 但是经一位学生暗示 他才发现 自己手里拿的不是手帕 而是一只袜子 他不由得更紧张了 心想 大概是昨晚洗脚时 鬼使神差地 把袜子装进衣兜里了 他想避开几十双眼睛的注视 抓起黑板擦擦黑板 整个课堂闹得翻了天 他窘得无法自控 无地自容 只好跑下了讲台 慌乱中一抬脚 又踢翻了讲台旁的热水瓶 有人说 我从小就怕见到陌生人 在陌生人面前不知所措 从来不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 怕在众人面前说话 我今年已经三十岁了 在异性面前就感到很紧张 很不自然 因此影响了我交女朋友 也影响了我与周围的人交往 请问 我这是属于一种 什么心理障碍呢 其实啊 这就是一种羞怯心理 在社交场合 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 有的人轻松自然 谈吐自如 有的人却手足无措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言谈举止就显得十分紧张 比如第一次上讲台的新教师 或第一次当众演讲的人 也有这样的体验 事先想好的话 一到台上就乱套了 那么如何才能克制自己的羞怯心理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讲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第三集 第一章 你不好意思 就是太要自尊 那些总是不好意思的人呢 无一不呈现出低自尊 自我认同感低 内心缺乏安全感 所以 他们在接人待物时 总会先满足对方的需求 而忽略自己的需求 不好意思开口求人 活得小心翼翼 最终呢 搞得自己身心疲惫 第一个 增强自信心 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应该想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千万不要为自己的缺点而紧张 而要相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 假如你只是看到自己的缺点 那就越是显得自卑 卑怯 假如你抬头挺胸 那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有了自信心 自然就能消除 羞怯的心理 第二 不要怕被别人说 分析那些害怕在公众场合讲话 羞怯与人交往的原因 我们很容易发现 他们最怕得到来自别人的否定评价 这样越怕越羞怯 越羞怯越害怕 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实际上 在社交活动中 被人评论属于正常现象 没有必要过分计较 甚至 有时候否定的评价 还会成为激励自己 不断前进的动力 比如美国前总统林肯 在年轻时就曾被人轰下台 不过他并没有气馁 反而更加努力 最后成为一名演说家 第三 进行自我暗示 每当自己到了公众场合 自己感觉很紧张的时候 就对自己说 没什么可怕的 都是同样的人 不要怕 通过自我暗示 镇静情绪 那么羞怯心理 就会减少大半 俗话说得好 万事开头难 只要我们第一句话 说得自然 那随之而来的 就是顺理成章的语言 第三 进行自我暗示 每当自己到了公众场合 自己感觉很紧张的时候 就对自己说 没什么可怕的 都是同样的人 不要怕 通过自我暗示 镇静情绪 那么羞怯心理 就会减少大半 俗话说得好 万事开头难 只要我们第一句话 说得自然 那随之而来的 就是顺理成章的语言 第四 大方与人交往 我们可以像经常见面 但说话不多的人 比如说游地员 售货员等问好 与人交往 尤其是陌生人交往 要善于把紧张情绪收敛 尽可能使用一些 平静放松的语句 进行自我暗示 这样可以起到 缓和紧张情绪 减轻心理负担的作用 五 讲究说话技巧 在平时的说话过程中 当我们脸红的时候 不要试图用某种动作 掩饰它 这样反而会让我们 更加害羞 进一步增加了 自己的羞怯心理 我们应该意识到 羞怯只是精神紧张 并不是不能应付社交活动 第六 说出自己的忧虑 作为一个羞怯者 心理学家建议 可以去找一个 可告知的人 比如家人 朋友 或医生 这些人可以善意地 对待自己的羞怯 而不会嘲笑自己 而他们倾诉自己 心中的忧虑 一方面可以让他们 为你出谋划策 另一方面 还可以帮助自己 摆脱心理抱负 第七 设想最糟糕的情形 我们应该设想一下 最糟糕的情形 比如你害怕 发表一个演讲 我们就会设想一下 这些问题 你对这次演讲 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演讲失败 被大家笑话 假如真的失败了 最糟糕的局面 会是怎么样呢 要么我跟他们一起笑 要么我以后 再也不演讲了 这样一设想 那最糟糕的结果 也不过如此 并不是一场 不可以接受的灾难 那有什么值得 羞怯的呢 对于羞怯者而言 普遍的担心 就是因紧张 而出现的一些 身体外部表现 被人笑话 比如出汗 声音颤抖 脸红等 不过 这些担忧 纯粹是多余的 因为这些表现 很少会被人注意到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羞怯的人 会过分考虑 自己给别人 留下的印象 总是担心 别人看不起自己 不管做什么事情 总会有一种自卑感 总是质疑自己的能力 过分夸大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使自己长时间 处于消沉的思想之中 同时 因为羞怯心理的阻碍 使得自己 无法表达自己 内心的真实情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孤僻 不好意思交际 孤僻心理 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合群 不能与人保持正常关系 经常离群独居的心理状态 在日常交际中 主要表现为 不愿意与他人接触 待人冷漠 对周围的人常有厌烦 鄙视或戒备的心理 当然 有着孤僻心理的人 猜疑心比较强 容易神经过敏 做事喜欢独来独往 不过也免不了 被孤独 寂寞和空虚所困扰 小王是一名战士 下士军衔 不过大家都说 他性格怪异 冷漠 很少看到他 与战友们嬉笑打闹 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个人 喜欢溜边 没事一个人 总是待在一个角落 成为部队热闹生活的旁观者 由于他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开会也很少讲话 除非点名叫他 否则是看不到他举手的 而且 当他在说话时 则是语速很快 很紧张 很小心翼翼的样子 战友们都很难了解 小王内心的想法 而小王平日在部队里 也是一副各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 有一天 领导安排四个战友 在球场上打球 领导叫上小王 说去打球 小王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不去 我又不会打 这就是杜绝第一交际 领导说 好 你不打 陪我去转转总可以吧 不行 我们再一起回来 好说歹说 总算愿意去了 到了球场 大家都在喊 小王 下来一起玩 小王呢 就不吱声 看着领导 领导先下去 他在场边 看领导和战友们打 球场上五个人 肯定分布不均匀 领导就说 你来吧 不然人不够 你够点意思 小王就说 我不会 打不好 这个时候 小王就处于 不想交际了 领导说 就一次 下次我喊其他人 你呀 就陪我们打一次 打一会就回去了 小王不吱声 战友和领导 又喊了几次 终于脱下来了 算是勉为其难 开始进入球场了 当战友们 看到他有好位置的时候 就把球传给他 让他投 他迟疑了 战友们都鼓励他投 说他位置好 赶紧投 他才把球投了出去 当然 他离球框很近 而且没有防守 球近了 大家都说 看不出来啊 小王还留了一手 他害羞地笑了 很短暂地 闭上了嘴巴 还是那副冷漠的样子 后来在战友们的配合下 小王又进了好几个球 而且不用战友们说 自己会主动投球 打了一会儿 大家都累了 都坐在球场边 东一聚西一聚地聊 不过话题呢 离不开 小王球打得不错 看他冷冰冰的脸上 羞得红红的 战友们猜测 其心理肯定是在想 其实挺好的 后来打球 小王都主动来了 小王呢 就是典型的孤僻心理 符合心理孤僻 所有的性格行为 那其孤僻心理 是如何产生的呢 原来 小王的父母 在其幼年时 死于一场火灾 从小就跟随 爷爷奶奶生活 火灾的发生呢 给小王留下的 不只是身上 被大火烧伤的痕迹 而且还有 不完整的人生 在成长的过程中 小王给自己 画了一个圈 给自己定了信 自己给自己 增加心理暗示 自我的羞耻感 屈辱感不断增强 自我否定意识的 不断形成与加剧 表现出了消极的 自我评价 对身边人的戒备心理 就开始产生了 随着消极的 自我暗示的不断出现 自己的情商扭曲 慢慢形成逃避现实 孤僻自卑 谨小慎微 容忍退让的 懦弱性格 孤僻心理的产生 来自多方面的因素 青年时期的心理特点 使得孤僻心理 在青年人中比较多见 青年人正处于成长的 关键阶段 世界观和人生观 刚刚开始建立 自认为已经长大成人 经常委屈地 感到自己不被理解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一个缺乏强烈事业心的人 会有孤僻的心理 通常情况下 内向性格的人容易孤僻 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观念 比较强 内心深处 对外界有强烈的抗拒感 往往对外界事物 和周围人群 表现得很冷漠 童年的创伤经验 比如父母离婚 伙伴欺负等不良刺激 都会使他过早地 接受了烦恼 忧虑 焦虑不安的 不良情绪体验 会使他们产生消极心境 最终形成孤僻的性格 那如何对孤僻心理 进行自我调节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讲 第一个 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 孤僻者本人 要对孤僻的危害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打开自己紧闭的心扉 追求人生的乐趣 摆脱孤僻的困扰 同时 正确地认识别人和自己 努力寻找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孤僻者都没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有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总想着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而看到别人的缺点 自命不凡 有的呢 则比较自卑 总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怕被别人嘲笑 而把自己封闭起来 其实 这两者都需要正确地 认识别人和自己 多与别人交流思想 沟通感情 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第二 敢于与人交往 性格孤僻的人 应该多与那些 性格外向的人一起交往 让自己的情绪受到感染 也使自己变得开朗起来 这样一来 在每一次交往中 都会有所收获 丰富知识经验 纠正知识上的偏差 一方面获得了友情 另一方面还愉悦了身心 第三 掌握交际技巧 假如我们在交际方面 显得比较笨拙 可以看一些有关交往的书籍 学习交往技巧 同时呢 多参加正当有益的集体活动 比如交游 跳舞 打球等 在活动中 慢慢培养出自己开朗的性格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孤僻者缺乏朋友之间的 欢乐和友情 交往需要得不到满足 内心很苦闷 压抑 沮丧 感受不到人世间的温暖 看不到生活的美好 很容易消沉 颓废 不合群 由于缺乏群体的支持 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忧心重重 容易出现恐慌性力 假如这样的消极情绪 长时间困扰自己 则会损伤身体 严重的还会有轻生的念头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极度 不好意思 欣赏他人 古人曰 人有才能 未必损我之才能 人有生名 未必压我之生名 人有富贵 未必仿我之富贵 人不胜我 故可以相安 人获胜我 并非夺我所有 操心毁育 必得自己所欲 而后已 鱼如安虎 极度 是毒害 纯洁感情的毒药 是吞噬善良心灵的猛兽 是丑化面容的黑斑 其气 来源于心中的狭隘 与不自信 其实 极度是无能的表现 因为自己不能达到 对方的高度 不能获得对方的荣誉 只好用极度心理 来维护自己的自尊 培根曾说 在人类的一切情感中 极度之情 恐怕是最顽强 最持久的了 在众多心理状态中 极度是一种心理病态 基于内心的狭隘和不自信 人们很多容易产生 极度的心理 总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 埋怨上天的不公平 虽然 极度之心 人皆有之 但是如果这种心理的疾病 不及时根除 那极度就会越来越紧地 束缚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浑身上下 透不过气来 极度心理是具有等级性的 也就是说 只有处于同一竞争领域的 两个竞争者 才会有极度心理和极度行为 通常情况下 人们只会极度 与自己处于 同一竞争领域的 比自己表现优越的人 而不会极度 与自己不在一个领域中的人 周瑜 极度诸葛亮 也是因为诸葛亮 与自己是处在同一个领域 而且 诸葛亮的能力 比自己强 而他不会去极度 与自己不处于 同一领域的人 比如说 曹操 孙权 莎士比亚说 你要留心极度呀 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 周瑜本聪明过人 才智超群 但却心胸狭隘 对于比自己 技高一筹的诸葛亮 耿耿于怀 心生极度 最终落得个 弃绝身亡 怀恨而死 极度是一种心理病态 宛如毒药 周瑜被极度的心态所缠绕 最后 无疑自饮毒酒 他因极度而死 我们不难发现 极度之源 来自于两方面 一是心胸狭隘 二是对自己 不够自信 试想 如果周瑜能够 心胸开阔 对自己充满自信 他也就不会 因年早逝了 好极度的人 他们不能容忍 别人的快乐与优越 在极度心理的刺激下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 去破坏别人的快乐与幸福 有的人会用流言蜚语 来恶意重伤他人 有的人采用打小报告 来排挤对方 好极度的人 他们的心里既自卑又阴暗 几乎享受不到阳光的美好 也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去调整呢 下一集 我们接着聊 第一个 培养自己豁达的心态 极度心常常来自生活中 某方面的缺乏 当我们觉得极度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别人得到了 你想要的地位或荣誉 所以呢 你心生极度 于是总是有种缺乏感 来扰乱想法 感觉 它将引起极度 这种强烈的负面心理状态 自己被极度心纠缠 并不断强化和持久化 这种负面心理 其实 为了摆脱这种破坏的心态 我们需要培养自己 豁达洒脱的心态 懂得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墙中自有墙中手 相信对于自己 还有机会 这样极度之心 就慢慢消减了 第二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自然就没有时间去极度别人了 为了缓解失败而带来的心理失衡 我们可以找一些事情来做 使自己不再极度别人 因此 在工作之余 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 努力学习 使自己真正充实起来 这样 极度心将逐渐被瓦解 自己的能力 也慢慢被提升了 最后分享一则小贴士 极度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 包括了焦虑 恐惧 悲哀 猜疑 羞耻 怨恨 报复等不愉快的情绪 它们极度的对象 可以是天生的身材 美丽的容貌 以及他人身上显露出来的聪明才智 另外 一些社会评价的各种因素 诸如金钱 地位 荣誉等 也会成为它们极度的对象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第一节 我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 生活中呢 总有一些人活得不好意思 他们深以为 自己并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 无限地放低自尊 活得小心翼翼 当身边的人生气时 他们总会控制不住地 想要道歉 哪怕他们本身 并没有做错什么 甚至引起对方生气的 也不是他 总是不断满足别人的需求 却往往忽视自己的需求 听到来自他人的夸赞 总觉得这不符合实情 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甚至会反驳 我根本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对低自尊的人而言呢 感到困难的是在语言沟通中 与对方产生冲突时 一旦对方气势越来越高 便会不由自主地 想要妥协退让的情况 什么是自尊呢 也就是一个人 看待自己的方式 对自己的想法 以及赋予自己的价值 自尊往往是一个人 关于自己的核心信念 而低自尊 则意味着一个人 对自己的品质和价值 有负面的核心信念 比如可能感觉自己是软弱的 觉得不够好 配不上美好的事物和人等 在生活中 事实上每个人的自尊水平 有所区别 有些人自尊水平较高 他们只是间歇性地 遭遇某些挫折时 才会产生自我怀疑 但这并不影响 他平时的正常生活 然而 还有一些人 有着严重的低自尊 他们会接连不断地 产生自我否定的想法 即便遇到一点点挫折 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 在他们看来 自己并不具备 应对挑战困难的能力 也不相信自己的社交能力 甚至看不见自己的优点 一旦遇上困难 他们就认为能力有限 不容易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 改变现状 从而丧失坚持下去的信心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露露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任职设计师 她平时是较强的完美主义者 总力求每件事都要做到最好 但由于她出出茅庐 设计功力不足 所以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地 前不久 露露的老板呢 就给她布置了设计两本画册的任务 仅仅给了两周的时间 露露接到任务之后 感到自己可能没办法把任务做好 她就开始焦虑了 怎么办呢 我功力尚且不足 我真的可以完成吗 她就开始不能控制地想象着后果 如果我不能按时完成两本画册的设计 老板就会发现 我其实是个设计功力不足的人 她就会对我失望 觉得我实际上完全没办法胜任现在的工作 露露就越想越焦虑 开始出现身体反应 头隐隐作痛 感觉根本没办法思考如何做好画册设计 当然 尽管如此 还是需要尽力工作 所以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加班 力求把设计做到最好 结果呢 大脑不集中 手忙脚乱 反而出现一系列不好的情况 图片丢失 电脑系统出故障 就是这一些不好的情况 让露露更加觉得 我或许就是这样 即便要努力地工作 但运气也不好 看来自己确实不够好 露露就开始不断地自责 果然自己是一无是出 眼看着距离交任务的期限越来越近 露露也逐渐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她甚至拟好了辞职报告 随时准备着被老板炒鱿鱼 那针对像露露这样的低自尊者 我们该如何去调整呢 下一集我们接着聊 像露露一样的低自尊者 常常贬低自己 经常给予自己消极的暗示 我一件事情都做不好 我太笨 我根本没用等等 由于对自我价值的低估计 导致他们在做事时 缺乏责任感 很难将本来答应好的事情 坚持到底 他们的内心是自卑的 总怀着失败主义的态度 即便身边的人 希望给予帮助时 他们也会不理会 反而排斥对方或攻击对方 不仅如此 他们抗拒变化 他们更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和工作 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 众所周知 自尊对一个人的期望 行动 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 有着重大的影响 而那些高自尊的人 更愿意检验 对自己推断的有效性 有着较高的自我认可度 通常会经营不错的人脉圈子 善于接受其他人 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 高自尊的人 有信心把事情做好 不管任何事情 都愿意努力尝试 所以很有可能 在学业事业上赢得成功 反之 低自尊的人 做任何事情 都是想到最糟糕的时候 不愿意付出很多努力 所以他们在学业事业中 成功的概率 也会少很多 即便如此 他们还喜欢通过批评 来胜过他人 所以使自己变得孤立 同时呢 他们又经常过分关注 这些不被接受和拒绝的情况 这无非进一步削弱了自尊 形成恶性循环 那一个人活得不好意思 低自尊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一个 过多的负面经验 一个人在过去的生活中 因为一些经历 而产生自我否定 比如说在童年时期 遭受父母的挑剔和指责 即便当时的自己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时间长了 会形成一种自我否定 我会在不知不觉间 让对方心情不愉快 哪怕我什么都没有做 他们依然不喜欢我 或者因家庭条件不好 长期在他心中 留下一种 我低人一等的感觉 即便是成年之后的工作受挫 恋爱受挫等 这些负面经历 也会导致低自尊 第二 存在的价值本身 来源于他人 低自尊的人 感到自己没办法 满足别人的期待 那自身的存在 就会令人失望 简而言之 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 通常会建立在 来自他人的评价 及看法 他们会特别注意自己的缺点 忽略自己的优点 对任何事情 都会有负面的看法 即便有人夸奖自己 他也会感到 对方是为了取悦自己 而非真正地称赞自己 第三 自卑的恶性循环 因为自卑 便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 在做事上呢 也觉得很失败 怀着这样的念头 怎么可能做好事情呢 一旦事情真的失败之后 便会加深 负面经验的阴影 从而变得更加自卑 低自尊 也会更加严重 那最后我们分享一个小贴士 一个人之所以不好意思 就是由于隐藏的低自尊 他们不敢去追求 那些真正的好东西 即便有机会拥有 也会主动拒绝 理由是自己不值得 相反 那些稍微不好的 反而让他们有安全感 不仅如此 在生活中总会觉得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给对方留下了 不好的印象 让对方不高兴了 自我认同感的缺失 一个人总是不好意思 那是因为 他自我认同感的缺失 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 是其自我认知程度的标准 衡量其情商高低 一个人只有建立了 比较充分的自我认同感 才能有效建立 自信心和自尊 当然 自信心和自尊 是一个人获得成功 和幸福的重要心理基础 自我认同感在于 关怀自己 关心他人 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 也才能真正地 接纳他人 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 指的是将自身内在的感觉 自我意识 以及外部评价等 加以综合 从而对 我是谁 这个问题 给予好的回答 当然 这是我们在与他人交往时 把信念和价值观 融合到自己人格中去 并对自我价值 进行评价的过程 这种评价 往往来自于 平时生活中 对自身的看法 一个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 感觉自己很没用 或很智慧 在某些行为上 觉得自己很差 或很优秀 他可能很喜欢自己 或很讨厌自己 诸如此类 总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 自我印象和经验 长时间累积 就会成为 人们对自己的评价 即自我认同感 自我认同是一个人 对过去我 现在我 将来我 产生内在的连续性 也是一个人 现实自我 真实自我 和理想自我之间 一致性关系的体现 一个人通过形成自我认同 知道自己是谁 在世界上占据什么位置 而且自我认同 是自我意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 萧南从小就很内向 不喜欢与人交流 内心十分敏感 很在意别人的 一言一行 有时候 别人在他面前 大声笑着走过 他也会以为 这是在嘲笑自己 尽管他已经开始 慢慢培养自信 比以前稍好一些 但依然显得自卑 他非常在乎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比他年龄 稍大一些的人 来跟他讲话 他便感到 脸红心跳 战战兢兢 经常想象着 自己在人群面前出丑 不知道别人是如何 看自己的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笨 是不是心里觉得 他很没用 或许呢 生活中你跟萧南一样 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不够幽默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 我们比别人差劲 在那些总不好意思的人眼里 似乎自己 只有达到某个标准 才有资格和权利 去做一些事情 实际上 这是一种偏颇的看法 是我们对自己的偏见 也是对他人的偏见 第一个 加强自我信念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 会有一些负面经历 比如经常吵架的父母 曾经爱过一个渣男 工作遭遇平静 如果当时没有很好的 处理这种负面经历 便会通过潜意识里 内化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然后在心里 暗暗生根发芽 导致一个人 坠入自我怀疑的漩涡之中 在这时呢 就需要真心接纳 那些曾经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不美好 通过大脑的重复性训练 帮助你形成记忆 有效地帮助自己 完成对曾经不美好的接纳 从而提升自我信念 那第二个就是 找到真正的自我 一个人之所以自我怀疑 自我认同感低 很大程度上 在于错把外界的标准 当作自我价值的衡量标准 所以要提高自我认同感 就是找到真正的自我 客观地剖析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接纳真实的自己 第三个 不断充实自己 提升自我认同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毕竟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认同 这本身就是一段反反复复的过程 面对这样的情况 需要拥有长时间的耐心 去不断充实自己 重建强大的内心 当你习惯性自责 忍不住生气 不懂拒绝时 努力改掉这种长久以来的习惯 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自己 肯定自己 找寻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 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那最后给大家一个小贴士 自我认同 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 有一种自己的思想 感情 行为 茫茫世界 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生命点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 都有一个位置 因为要自我认同 所以要寻找自己生命的支点 与位置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人应该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许多人对自己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早在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人把认识你自己 刻在了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 但是 直到今天 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说 认识自己 仍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究其原因 来源于我们并不了解最真实的自己 肖曼巴纳姆是一位著名的魔术师 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表演 我的节目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节目里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 所以每一分钟都会有人上当受骗 事实上 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既不能时刻来反省自己 看清自己 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位置 来观察自己 在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只能借助外界的一些信息 来认识自己 所以呢 我们在认识自己时 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暗示 迷失在环境中 并习惯性地把他人的言行 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 我们之所以无法了解到真实的自我 大部分原因 在于我们容易受外界信息的影响 诸如他人的言行等 那些来自外界信息的暗示下 我们就有可能出现了自我知觉的偏差 就好像看着别人身上很脏 就以为自己身上也很脏 因此呢 要想真正地看清自己 我们需要避免陷入别人眼光的陷阱中 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镜子 当一个人处于情绪低落 失忆的时候 对生活失去了控制感 于是呢 他内心的安全感也受到了影响 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其心理的依赖性将大大增强 比较容易受他人言行的信息暗示 所以呢 当对方说出无关痛痒的一段话时 我们很容易对号入座 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理倾向 在日常生活中 这将影响到我们自己 难以做出真实的判断 最后给大家提供一个小贴士 我们应该学会面对自己 不要因为自己有缺陷 或者自己认为那是缺陷 就通过自己的方法 将缺陷掩盖起来 这样的掩盖方式极其愚蠢 试想 当你把自己眼睛蒙上时 你就真的掩盖自己的缺陷了吗 因此 无论是自身的缺陷 还是优点 我们都应该正确看待 因为面对自己 是认识自己的必经之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拥有自我认知的能力 通常 高自尊人总是可以 有效判断自己的一切 一个人名声的好坏 能力的高低 是别人从事物的外表下的定义 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的本质 自己真正的能力 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而我们所缺乏的 就是自我认知的能力 只有清楚地认识了自己 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生 然而 一个人最难认识的 就是自己的内心 最难以回答的就是 我是谁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不过呢 当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 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找到最基本的出发点 就能够善待他人 朗费罗说 别人借我们的过去 所做的事来判断我们 然而 我们判断自己 却是凭将来能做些什么事 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 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姑娘 衣衫不整 蒙头垢面 但长得很美 吉尔伯特教授就跟他聊天 他呢也心不在焉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就问他 孩子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个非常漂亮 非常好的姑娘呢 姑娘惊喜地反问 你说什么 美丽的大眼睛里 泛着泪光 原来啊 在日常生活中 她所面对的是 同学的嘲笑 母亲的谩骂 以至于他失去了 自我认知的能力 子曰 不患人知不知己 而患人知不己知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不够了解自己 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 因此 我们要善于剖析内心 让自己拥有 自我认知的能力 我们需要拥有 全面认识自己的能力 全面认识既包括优点 也包括缺点 一旦我们没有 真正地认识自我 将导致内心自负 或自卑等心理 最终这些负面的心理 会影响到 我们一生的发展 认知自我是一种 胜不骄败不哪的从容 需要冷静地思考 这样才有机会 赢得最后的成功 认知自我是一种 高度自立地 洒脱的生活方式 看清生命的本真 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人生价值 认知自我是一种 高度责任性的反省 将勇气与真诚 注入自己的言行中 认清前面的方向 所以 剖析内心 在忙碌之后 不忘与自己 做一次深入的交谈 从而拥有 自我认知的能力 通过认知自己 到孕育自己 这是一个美好的 人生历程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则 小贴士 自我认知呢 是一种严谨的人生态度 自信 而不自满 无论是春风得意 还是失败困惑 高情商人 依然保持最平常的心态 拿破仑一生战功赫赫 但在晚年 却遭遇了滑铁路的惨败 此时他依然贪恋富贵 企图复辟王朝 最终在绝望中死去 清楚地认识自己 需要我们摆脱一切外物的依赖 绝不做金钱或权力的努力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就是不好意思》 作者李婉清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很多时候呢 人总喜欢妄自菲薄 无法坚持自己 事实上 你不好意思 是因为你一直未能 坚持自己的观点 每个人对一个事物 都有一个主观的看法和评价 一味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将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别人对你的简单评价 不足以反映你的真实情况 做人要有自己的主见 还要有充分的自信 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不要轻而易举地 听从他人的意见 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每个人的使命 终究还要靠自己来完成 你人生的目标 是独一无二的 专属于你自己的 它神秘而又绚烂 值得你用一生去追求 从前呢 有一位中文系的学子 酷爱文学 他苦心撰写了一篇小说 请一位著名作家指教 因为作家正换演技 学生便将作品读给作家听 读到最后一个字 学生就停顿下来 作家问道 结束了吗 听语气 似乎意犹未尽 渴望下文 这一追问呢 扇起了学生的激情 立刻灵感喷发 马上接续道 没有啊 下部分更精彩 他呢 以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构思 叙述下去了 到达一个段落 作家又似乎难以割舍地问 结束了吗 我的小说一定是精彩绝伦 叫人欲罢不能 他这样想着 心里就更加兴奋了 更加激昂 更富于创作激情 他呢 就不停地往下结续 最后 电话的铃声骤然响起 打断了学生的思路 这时呢 有客人到作家家里做客 他们的交谈被迫中断了 作家说 其实你的小说早该收笔 在我第一次询问你是否结束的时候 就应该结束了 何必画舌天足 苟尾虚雕呢 该庭则指 看来你还没把握情节脉络 尤其是缺少决断 决断是当作家的根本 否则拖泥带水 如何打动读者呢 学生追悔莫及 想想作家的意见 觉得自己的性格和情绪 容易受外界左右 不能沉下心来 把握作品的主旨 恐怕不是当作家的了 没过多久呢 这个学子遇到另外一位作家 羞愧的谈及往事 谁知这位作家惊呼 你的反应如此迅捷 思维如此敏锐 编造故事的能力如此强盛 这些正是成为作家的天赋呀 不同的两位作家 从不同的方面 给予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学生听后 不禁茫然 美国职业足球教练 文斯伦巴迪 当年曾被批评 对足球只懂皮毛 缺乏斗志 贝多芬学拉小提琴时 技术并不高明 他宁可拉自己做的曲子 也不肯做技巧上的改善 他的老师说 他绝不是一个当作曲家的了 但他们都勇于走自己的路 不被别人的意见和评论所左右 最后呢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着六十亿 各自具有不同特质的人 在他们各自的生活轨迹中 至少也存有上亿种成功模式 当我们每一个人 特定的优势与劣势 需要与理想 是如此与众不同时 怎么可能存在有一种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模式呢 那对此 我们究竟该如何调整自己 我们下一集 接着讲